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号主二传魏秋月 接应17号张磊 两个主攻1号王一梅 4号惠若琪 副攻守9号杨俊卿15号马云文 自由人是7号张贤 主教练于绝敏 在这场比赛之前 中国队经过前七轮的比赛 5胜2负 积16分 在12支球队当中排在第三位 韩国队是7场比赛 1胜6负 排在倒数第三 他们是积4分 现在中国队是排名第三 第一和第二的球队是意大利和美国 在七轮比赛过后 美国队领先中国队2分 意大利队领先中国队4分 排在第四的是德国队 他们落后中国队1分 日本队现在落后中国队3分 巴西队落后中国队是4分 这是七轮比赛过后 前六名的队伍 彼此的分差还并不是很大 所以在最后的四轮球里面 前六名的队伍 从倒数这第四轮开始 每一轮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可能赢一场你就上去一两个两三个名次 输一场可能就掉下来 也是一两个两三个名次 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认为在这上是一场关于 暂时里的队伍 反击机会 在这下对手 在这下对手 打着对方一个瓦裹 不这么说 碰到 也好 不好 比较好 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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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队一船皆飞了 浮宫过网 杨军精进体快球 反击把球打中 韩国队在上一场比赛是0比3 输给了日本队 像日本队在取得这场比赛胜利之后 日本也还是有机会的 还是有机会争夺前三的 好球对金眼景4号位的进攻 张贤在后排防起来 韩国队还是给金眼景 漂亮 中国队今天对金眼景也是加强了篮防 韩国队失误 韩国队这个球3号位调整球扣出了界外 金眼景靠球出界 韩国队请求的暂停 金眼景靠球出界 韩国队今天的首发阵容 应该是主二船六号 崔云玉 主攻守是十号金眼景 和七号尹慧叔 副攻守是十五号 十五号金世英 和十七号金慧珍 他们的接应是四号黄莲珠 那韩国队现在这个阵容 大家在画面上也可以看到 金眼景是一只鹤立鸡群可以说 首先从身高上它是鹤立鸡群 而且从技术水平 它也要超出自己的同伴 比较多 那么韩国队在 除了金眼景是一米九二之外 他们的副攻十七号一米八零 接应四号黄莲珠是一米七七 二传手一米七三 这支球队在网上的实力 现在不是很强 在前不久的亚洲锦标赛 半决赛当中 中国队曾经是比较轻松的战胜了 韩国队 这个球金眼景盯得非常好 盯了一个被溜 杨俊晶的被溜被他拦死了 还是打二号位的被飞 杨俊晶把车打死 韩国队也是打一个被错 小个的副攻守 金慧珍 金眼景这个小斜线往下勒得太狠了 结果打在网带上弹出界外 因为金眼景现在已经是各队都所熟悉的 韩国队的唯一的能够给对手构成威胁的人 所以在这次世界杯上 每个队都加强了对他的篮防 对他的节奏线路 都研究的比较透 韩国队的防守也是很拼的 界内 这个球马云文处理的不错 推后排一个空档 正好压线 7比3 调整强弓 霍尔奇清调 金眼景开往强弓 江蕾单人来往得分 8比3 中国队领先到了第一局的第一个技术暂停 带到赛 空梦 一路 黑 4 2 8 8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 这是今年的第十一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 第八轮的比赛 世界杯是十二支球队参加 采取单循环的方式 一共要打十一轮 这次这届比赛是十五天 分四个阶段打完这十一轮的比赛 现在已经是第三阶段的最后一场 中国队在之前这次比赛发挥的 还是很不错的 比较高的发挥了自己的激战种水平 到目前为止是七战 五胜两负 即十六分排在第三位 韩国队在这场比赛之前 他们只取得了一场胜利 其他六场比赛都输了 现在是排在十二支球队当中的第十 排名仅仅高于肯尼亚和阿尔吉利亚 中国队除了今天这场比赛 在接下来第四阶段比赛 将移视到东京 十二支球队都将移视到东京 进行第四阶段的最后三场球 中国队的三个对手 分别是美国队 肯尼亚队和德国队 肯尼亚队在四号位 一对一的一个进攻 对方没有防住 这球是篮网抽届 这球是篮网抽届 七号引会输主要还是靠拐直线 靠拐弯 造成打手出界或者篮网出界 这个球他拐直线打出了界外 连击 连击 这个球是持球 吹了一个持球 韩国队自己的串联环节 也不像原来那么好了 过去从上世纪80年代 90年代 那个时候日本队韩国队 尽管王口实力不强 但是他们的地面功夫了得 现在呢 现在这支韩国队是 王口的实力也相当一般 地面的功夫也相当一般 所以他们的 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当中 竞争力就显得不那么强 前一阶段的七场比赛 一胜六负 和他们的实力是相当的 这个队只有一个金眼镜 各队都知道 只要把金眼镜限制住 就肯定能赢 即使是限制不住金眼镜 别的没有得分点 靠一个人打还是很困难 打打弱队还行 打强队肯定只有一个进攻点 那是不够 这个球打手出键 这个球又是在四号位形成了一对一 现在十三比七 好球 这个球掉得漂亮 对方两个人篮往中间没有并上 这球从两个篮往人的手之间穿过来 其实今天这场球呢 唯一的看点在于 我们对金眼镜的限制如何 今天来看 到打到现在 对金眼镜的篮房 中国队做得非常出色 其实就算拦不住他 我们也肯定是赢 但是呢 就是看看 能不能在场上 对金眼镜有比较好的篮房 打到现在金眼镜是篮往得了一分 扣球应该也只有一分到两分 而且这场比赛 韩国队可能考虑就是 金眼镜他自己的心理负担 可能也比较重 就是觉得要想拼出冷门来的话呢 必须他要有超水平发挥 因此二船和他在配合的时候 两个人心理上也是会要求比较高 今天来看 打得不是那么流畅 二船和他的攻船配合不够流畅 也影响了他进攻的质量 尤其是在中国队对他重点篮房 前面一上来篮的比较成功的情况下 金眼镜和二船两个人配合之间 这个心理负担就更重了 韩国队靠球出界 十六比七中国队领先 韩国队靠球出界 现在靠球上中国队得了9分 韩国队只有6分 那么韩国队为了躲守呢 他们还有5分失误 因为他们在网上 除了金眼井 网口有一定实力之外 其他人网上都是面对中国队的篮网 都比较吃力 每次进攻面对双人篮网 四只手摆得比较好的情况下 他要需要躲守 这时候你的技术要求就比较高了 我们说了韩国队 以前是网口实力差 但是技术好 但是现在呢 他们是网口实力差 技术也一般般 所以在这种躲守的情况下 以前韩国队好的时候 他们一些很多好的队员 靠变线 可以打手 可以借手 都可以得分 但是现在 他一变线 就是失误 韩国队换人 把金眼井换下 换上来18号 金吉珍 换上来19号 朴正娥 判上来19号 判上来19号 朴正娥 这二船是后排选手 一船冲网 他这球没有调整回来 进攻性击球过往 这后排为例 这球是借篮王手 拨了一个打手出界 从今年的两个队的情况来看 特别亚锦赛之后 广州亚运会的决赛 打得那么紧张 绝对是一场意外 就是一个偶然事件 四号为进攻 19号刚刚换上来的朴正娥 再次被拦死 这个选手是18岁 1993年出生 身高1米85 造成对方无功过往 其实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 对韩国队呢 不仅仅是在世界杯上的一场交锋 就是在竞技体育有时候就这样 你抓住机会的话 要一定要不仅要取胜 而且还要在心理上给对方 留下心理一拥 这样以后我们在其他的 包括亚洲比赛在内的 等等比赛当中 再碰到韩国队的时候 心理上占据绝对优势 竞技体育就这样 你如果能够让对方 在跟你还没打的时候 就怕你 那么就占上风了 相对日本就这样 中国女排的第一局是大比分领先 22比9 打一个被交叉 封门 中国女排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 确实在场上在贯彻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场球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还要大胜 就是给对方心理上 还要留下一个阴影 这球复工的调整 连击了 中文队获得第一局的局点 韩国队这球是打手出界 韩国队又得一分 这个篮网的起跳时间还是偏早了一点 对方的接应黄连珠也是韩国队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主要的得分点 还是一个左撇子 他的开网球 我们在篮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起跳的时间 调球落在三米线以内 中国队是25比12 先上了第一局 赢了对手13分 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两个队的第二局比赛 欢迎订阅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国队同韩国队的这场世界杯女排赛当中的交锋 这是第三阶段的最后一轮也是整个比赛的第八轮 中国队在刚刚的第一局比赛里面是25比12 大比分取得了胜利 在这局比赛一开局的时候韩国队还是把金眼景放在板凳上 那么金眼景在对意大利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到半局 也受到了意大利的严防死守 主教练也把他换上去了 因为这种局面在留在场上的话呢 只会对他的心理造成创伤 没有什么好处 韩国队失误 韩国队的主教练是金炯石 是金炯石 韩国队这种串联 这在以前 90年代的韩国队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也是复工调整 出现失误连击 韩国女排在最近这些年呢 有了金眼井之后 她的成绩还稍微好了一点 起码是在亚洲锦标赛上 她们重新回到了前三名里面 在前些年04年到08年 那两个奥运周期 韩国队连金眼井都没有的时候 他们的成绩更差 被泰国队挤出了亚洲前三的行列 大奖赛一看这个成绩确实是 成绩比较差 场上打的也是真是像 徐主任所说的 太粗糙太简单 所以在接应位置还是换回了张磊 那么张磊进队之后 自己个人也挺努力的 亚锦赛重新夺冠 世界杯现在在前提场打得也不错 当然后头还有很关键的比赛 因为张磊回来 别看就是一个位置一个人 但是他能够 他这一个位置的改变 使中国队均衡了很多 而且23号位的跑动也有了 遗传也更好一点 防守也比以前更好一点 刚才韩国队是被中央打得很难 中国队追上来之后叫了个暂停 对方没有拦住 拦出了界外 这韩国的这个18号呢 从亚锦赛的时候就看 亚锦赛他主要是打替补 18号还是金鸡针有一定的 能力的 1991年出生1米85 今天他也没有打首发 在这局换上来打首发 这是韩国队的一个年轻队员 韩国队今天拦网得分不多 这是拦了一个 这是韩国队8比7领先 是韩国队8比7领先 第一次技术暂停结束 这也是韩国队今天第一次 在技术暂停的时候领先 比赛是在扎晃的 北海道综合体育馆进行 这个体育馆在2006年的时候 也是世锦赛的比赛场地 当时中国女排也在这里 进行了世界锦标赛的小组赛 这个场馆能够容纳8000名观众 它的外形的设计呢 是按一个 蹦壳的这个外形 获得的灵感建筑师 这样设计的这个体育馆的外形 那这次中国女排的赛程呢 它第一站是在广岛 广岛的纬度和我们国家的郑州差不多 是在河南中部 就是中原这一带 但是第二站是转移到扎晃 扎晃的纬度和长春差不多 那就到了东北 最后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要到东京再进行最后阶段的比赛 这是韩国队出往 所以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世界杯的比赛 是在日本从南走到北 在从北走到中 也非常辛苦 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中国女排将在明天 清晨和韩国队同一班飞机 这是大会组委会安排的 早上五点半出发 坐七点半的飞机 七点半的航班 赶到东京 来备战十七号开始的 十六号 十七号 十八号的最后一阶段比赛 韩国队再换人 换人发球 十四号朱里纳 换上来发球 刚刚已经结束比赛的 意大利队和塞尔维亚队 将在今天 直接做今天晚上的航班 先期到东京 性比快时间差 徐云丽 这是一个快球时间差 把对方晃起来 韩国队的十四号刚刚换上来的朱里纳也是1990年出生的 1米75 1米75 4号为主 好的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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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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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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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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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这个球球速非常快 对方的队员没有来得及躲开 特尔其丝毫为开往强攻 把球打中 巡运离篮网得分 到了第二次技术暂停 中国队把比分反超了 16比10 第一次技术暂停是韩国队8比7 这8分里面 中国队是打了对方一个9比2 但是第一次你找得起来 欸! 加油!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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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中国队16比10在第三局领先 前两局是25比12和25比8 中国队换人 换上18号范琳琳 替下王一梅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队在场上 基本上属于胜局已定的情况下 中国队也先后换上了许云丽 现在又换上了范琳琳 这个并不是在场上 遇到了什么问题 而是让这两名主要的替补队员 也要在比赛当中找一找感觉 因为在后面 在东京还有三场比赛 范琳琳上场 他是可以参与接遗传 就可以减轻张磊的遗传压力 中国队再换人 确实陈丽仪也换上来了 发球 也要感觉一下 这都是中国队比较主要的一些替补的套路 韩国队自己失误 转平快 扣出了界外 水八号 金鸡身好像也适宜了一下二传 这球还需要 你还应该给我给高一点 快球掩护着平拉开 中国队还有一位替补没有出场的 就是二号米扬 这是二传手的替补 但是这次魏秋月的状态不错 所以他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没有出场过 我気出租 白色 我気出裂 小球 这是惠守齐利用的身高手长的优势 抢在对方之前 把球拨到对方场地上 刚说到米扬 中国队换人2号米扬 替下8号微秋月 这都是在为后面的比赛做一些准备 有备无患 有时候可能有些球迷 也是质疑中国队的临场换人 其实在场上对抗的时候 6个人这种情况 真是替补上去真不行 真是不敢换 尤其中国队又不像有些强队 打球的人很多 主力和替补 差别不是很大 现在我们替补和主力区别不大的 就是复攻这个位置 三个复攻 像马云文自己所说的 三个复攻各有特点 各有所长 下个权处合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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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韩国队能不能抓这个防反 没有配合好 再调整给范琳琳强攻 打手出界 杨琳琳发球 造成对方遗传失误 直接得了一分22比15 在前面给大家都介绍了 这场比赛 中国队应该说距离胜利 已经越来越近了 现在世界杯的比赛 最后的阶段 在东京赛区 这三场球 其实就是意大利 美国中国德国的竞争 那后面相信巴西在今天 应该不会输给日本 但是日本确实也有可能赢 因为巴西现在的二传的水平 起伏不定 日本队也还是有机会 反正这俩队今天谁赢 谁还能参与竞争 一共就是五支球队 在东京赛区 还有争夺前三的机会 反击的机会 好球 米扬拦网得分 中国队获得了赛点 米扬和魏秋月一样 都是来自天津的队员 中国队打一攻 拿下比赛的机会 米扬到位 冲进 打梯次 好球 中国队范林林 扣中最后一分 25比16 中国女排又胜了第三局 这样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是3比0 25比12 25比8 25比16 完胜韩国队 取得了本次比赛的 第六场胜利 这样也就结束了中国女排 在第三阶段的所有赛事 在扎晃赛区的三场比赛 中国队的发挥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一船的整体保证非常好 只是2比3 西败了奥运冠军巴西一场 其他的比赛都取得了胜利 3比1胜了塞尔维亚 3比0胜了韩国 这样带着六胜两负的成绩 积19分 排名第三 刚才已经宣布了本场的最佳 但是说的都不太清楚 是17号张磊 张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好观众朋友 那么我们期待中国女排 在东京赛区两天以后的比赛当中 对阵美国肯尼亚和德国 都能够取得好成绩 我们两天以后再见 可能这场比赛 中国队现在大比分领先 第一局也是赢了对手13分 这一局一开局也是4比1 有人可能考虑是不是跟竞胜球小分有关系 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 现在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 不用考虑小分 只要后边的球你能赢的 该赢的都把它赢下来 就可以获得前三名了 反击打得非常流畅 这次比赛呢 是首先看积分 3比0和3比1赢的球队得3分 3比2赢的球队得2分 2比3输呢得1分 如果1比3和0比3输是0分 韩国队请求暂停 如果有两支球队同分 就在11轮比赛结束之后 同分的话 看胜场 因为现在是有3分和2分的区别 所以在同分的时候看胜场 你像现在日本队是4胜3负 但是他积13分 巴西队5胜2负 反而积12分排在日本队的后面 所以在同分的时候 第一是看胜场 谁的胜场多 第二看竞胜局 最后才看竞胜分 如果这几项还一样的话 就看彼此之间的胜负关系 中国队在后面的几个对手里面 肯尼亚队实力比较弱 非洲的冠军 这场球中国队也能够确保胜利 两个比较强的对手 就是美国和德国 中国队只要在这两场比赛里面 发挥出高水平 就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四肯定的方式 韩国队19号朴正娥上来呢 也是得不着分 而且都是频频被拦死直接 这球虽然17号在跑动 但是根本就没有谎到马云文 马云文根本就没搭理他 直接破四号 扑四号位 篮网出界 惠世奇的四号位强攻再得一分 8比1 中国队8比1领先 到第二局的第一个进入暂停 现在世界杯的比赛呢 已经到了最后决定名次 比较关键的时候了 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将会休战两天 也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各支球队都要转场 分别从扎晃赛区和钢山赛区 赶到东京 进行最后一阶段 三个轮次的比赛 中国阶段 中国队在最后东京的三轮比赛当中 会在16号上午 北京时间10点 对阵美国队 第二天是上午10点 就是17号上午10点 是对阵肯尼亚队 然后18号 最后一场比赛 中国队是北京时间下午14点 对阵德国队 现在美国和德国 都是排名前四的队伍 美国是排在第二 德国是排在第四 和中国队只差一分 中国队今天这个场上 确实是打疯了 就是在去年 不到一年以前 在广州 你让我们出了那么一身冷汗 今天这个 得在场上 要多赢对方几分 这球后排打了一个空档 发球出界10比2 那现在除了前四名的球队 因为德国队距离中国队只差一分 所以而且胜场也一样 所以前四名争夺比较激烈 另外巴西和日本 现在是分别排第五和第六 今天晚上巴西队将和日本队交锋 这场比赛 在输了的球队将会和前三名彻底无缘 而赢了的球队呢 依然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日本队现在只落后中国队三分 巴西落后中国队四分 韩国队在这一局也换上了一号金敏志 另外一个主攻手 换了两个主攻 但是四号位不仅不得分 而且被拦死的 现在大概已经 应该有四分左右了 小球 中队反击得分 这是打了对方一个破坏性篮网 韩国队再次请求暂停 中国女排是憋着劲儿 要打对方一个不上十 这场比赛 双方回到场上 韩国队3比12落后 已经把两次暂停都用完了 我们来看看中国队的目标能不能达到 可能当然从教练到队员 没有人会这么说 但是从场上这局面来看 大家就是这么想的 能让你得9分 绝不让你得10分 韩国队黄连珠和金眼景的眼神里头 透露出他们内心的煎熬 这球是反击失误 传得这么扎 这球直接一传出 所以韩国队现在 其实丢失了自己以前的特点 这支队伍确实从现在来看 除了金眼景 什么都没有 中国队16比4领先 这次世界杯的比赛呢 就像中国队前主教练陈忠和所说的 中国女排现在并没有 像03年那样的绝对实力 所以我们要在场上比赛当中 一场一场的去拼 面对实力比自己弱一些的对手 要争取全取三分 那么和实力相当的对手 要争取把对手拼下来 对实力比自己强的 我们要争取能够打得更接近一点 争取能够拿一分 比如说打成2比3 我们就能够获得一个积分 从前面的七轮比赛来看 中国队和德国队都做到了这一点 面对弱队的时候 争取全取三分 和自己实力相当的拼下来 比如说德国3比2拼下了塞尔维亚 那中国呢是3比2拼下了日本 在对强队的时候要争取得分 中国队对巴西和意大利 分别都得到了一分 都是2比3西败 那德国呢更有意外之喜 他们是暴冷3比0击败了美国 得了三分 但是德国队在上一轮比赛当中 他们又在弱队的身上丢分了 他们又在对多米尼加的时候 打了一个2比3 这个显然是有一些轻敌 那么今天呢 他们就以3比0战胜了阿根廷队 而阿根廷队本来还是赢 这个多米尼加的 所以德国队虽然在强队身上 拿了一场三分 但是他们还有一场丢了两分 因此这么一算呢 中国队得的这两分 还净乘分还比他们多点 所以现在中国队在积分榜上 领先德国队一分 这次的赛程也非常巧 中国队和德国将会在最后一轮相遇 到时候很可能是中国队和德国队 谁胜 谁获得前三 直接进基伦敦 直接进基伦敦 来往沃果 另外在冠军的争夺上呢 意大利在今天第一场比赛当中 已经以3比0战胜了塞尔维亚队 目前是8战全胜 他们和美国队的比赛 将是在北京时间17号下午的14点 意大利对美国这场比赛 是意大利在未免之路上 最后一场比较关键的球 那么从真冠的这个形式来看呢 中国队现在 7分上落后排名领先 如果这场赢了的话 落后意大利是4分 就需要我们在后面全胜 然后意大利再输一场 另外再在一场比赛当中 他需要意大利输两场 我们全胜 才能超过意大利这 中国队换上薰力 加强一下蓝王 20比6了 韩国队的得分呢 这个7分里边 大概有3分 是靠中国队的失误送的 自己的主动得分 不超过4分 这一场比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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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局惨败 但是在第三局一上来 他们派上了一些年轻队员 把金世英也换下了 换上了18号副攻守金基珍 另外再加上19号朴正娥 这都是很年轻的选手 一个1991年出生 一个93年出生 索盛就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 在场上在场上去拼每一分 中国女排在这个第三局比赛当中也不能松懈 刚才是吹了韩国队连击 他们是吹了韩国队连击 这球扣球出界 韩国队第一次领先这么多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5比2 宇俊敏教练及时地叫了一个暂停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在渣谎的北海道综合体育馆 进行的第11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 第8轮 中国队和韩国队的交锋 世界杯采取单循环的比赛 一共要打11轮 现在已经进行了第8轮 今天这一轮结束之后 还有最后三场球 对于每支球队来说 中国队利用背错 杨俊敬再得一分 这次比赛杨俊敬是第一次 代表国家队打世界大赛 但是他目前在最佳扣球榜上 就是扣球的成功率排行榜上 依然以52%的成功率 排在第一位 排在第二的队员是48% 杨俊敬的这个单向技术 还是优势挺大的 反击强攻 会论起把球打中 中国女排在本次世界杯的发挥 是今年以来各项比赛里面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次 在今年的世界女排大奖赛结束之后 中国体育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排馆中心的主任 徐丽曾经对女排的现状 有一个定位 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 他就是用了三个太 中国女排太稚嫩 太粗糙 太简单 这是在世界女排大奖赛结束之后 徐丽主任对中国女排的 一个评价和定位 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那么在这次比赛当中 徐丽主任也谈到了 当初提出的这三太 他认为问题依然存在 但是有了很大的改观 张磊一个调球 其实从技战术来说 就是在大奖赛之后 阵容有了调整 张磊本来今年是没有招入国家队的